爱是一种选择 也是一种承诺 只要我们心相随 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对与错 爱是一种选择 也是一种承诺 只要我们心相随 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对与错 不知你是否记得 我们都曾苦苦等待过 有过迷茫也曾有过困惑 因为那时年轻 不知道是对是错 不知你是否记住 我们都曾苦苦思索过 多少心酸伴着多少失落 因为有过坎坷 才爱得这样执着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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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了半天 合着不是老子娶大妈 而是儿子娶媳妇 不对 我萧哥前些日子去南方出差待了仨月 刚回来 他什么时候赶上对象的 我怎么不知道 稍等 按说这事你应该知道 我应该知道 女朋友是谁 第24届奥运会 就是你们大小一块上学的 萨玛兰吉授勋和质词 向下届举办国交集 万一表演 将舞环旗 熄灭社会 就是大小我们一块上小学 后来又和萧哥一块上了大学的 刚小玉 不是他是谁 怪不得 我萧哥对左邻右舍说和的那些对象 连眼都不太看的 合着心里早有主了 老爷子 萧哥他人呢 上早事去了 我说 老少爷们 大妈大嫂们 给你出来 给你出来 出来 出来 快 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向你们宣布 什么事 在院子里头 咱院子里头 可有大喜事了 瞧瞧瞧瞧瞧 走一走 咱来的北往的 去永山里面的到香港的 给大妈您来一块 来怎么样 来这块儿 新鲜的通脊肉啊 新鲜 行啊 明明是后天间 愣当通脊肉卖 也不发发工商的给招来 好 小哥 这些日子没见 干嘛去啊 哎 早上蒙多些 哎呦 我蒙谁 不能蒙您杀猪胆子啊 啊 不情而伙 哎 你说 对吧 对吧 怎么样 哎 把这给我剃 好 把心头把脑子都跟您剃了 这像咱是哥们的 也蒙了腰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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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拿着 该怎么办怎么办 回家 多给点 这头些日子见你们家冻土家盖房子 这大伙还纳闷呢 何止你们家要天丁进口啊 今天人家只是来家瞅瞅 谈婚论嫁的还没到时候 别瞧人家冯霄平常不说话 心眼里的主意正着呢 没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他敢把那闺女领来见你这老公公 是啊 绰狼大哥 那个医院是谁 我怎么没见过 灵子 这没你事 小丫头骗子 大人的事 你少掺和 谁是小丫头骗子 我都十三岁了 我都十三了 我都十三岁了 十三怎么了 十三就该一门心思好好学习 将来有出息上大学 知道吗 你怎么不上大学 我说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学得好得成不成 还有 我这寿郎的大号是你叫的吗 待会人来了 看我不撕你的小嘴 干嘛 小哥 我们大伙正在院子里准备迎接新娘 是寿郎哥把大伙从屋子里 都是你 招呼出来的 爸 这是怎么讲 你知道吗 怎么讲 这叫未来的新媳妇上门 我们要不把这院子石头干干净净的 这能成吗 这不光是你自本的事 也是我们大家伙的事 说的是 你们说 对不对 对 总得给人留个好印象 首领 可大家伙这么张了 解释好意 再说玉儿也不是啥外人 过去隔着几条胡同住过 也算街坊 待会让大家伙都见见 时候不走了 你把手里的菜回窝收拾出来 人也看到了 那大伙就看着办 好 大家伙听我吩咐了 这院子石头出来以后 这身上爷弄得干净一点 你放心吧 我说老爷子 你踏踏实实回屋等着见人 剩下的事我们都包了 你什么时候也给他取回个大学生来 什么事 得得得 别说了 这是下辈子的事 喂 是彭部长家吗 您是哪位 我是方小玉的母亲 方小玉的母亲 您好 我不光听东东说起过他这位女同学 我还见过 是吗 那彭东东在家吗 东东 他一大早就出去 还没回来 人没回来 也没来个电话 我们还等着他吃午饭 您也在找女儿 我想 会不会是东东和小玉两个人出去了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不过据我所知 你们东东今天要办一件大事 你们就等着高兴 对不起 冒昧打电话打扰了 对不起 再见了 再见 怎么了 东东 这位同学的母亲刚才在电话里暗示 好像东东和他女儿一起出去了 还说东东在干什么大事 让我们等着为他高兴 什么大事 不知道 就你这儿子都工作了 连衣服都不会洗 还能做什么大事 我说还是让他锻炼锻炼再说 老庞 你说东东会不会再和他那位女同学谈恋爱 谈恋爱 谈恋爱 小伯爹 你快看 那不是我们的大班长彭东东吗 是他 冯萧因为受处分的事 跟他连话都不说了 他来干什么 大班长 大班长 好久不见了 是你们呢 你们来了 咱们班终于成了一段 大班长听说了也是来道贺的 对不对 拿着 不出钱了 就得出 红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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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了一步心 快点 反了 来了 你们也来了 是啊 希克 是方小仪把电话约我们来的 屋里请 等一等 你看还有谁来了 你看 谁啊 外边那位 你还不打算进来 谁啊 是谁啊 彭东东 你 我估计啊 他这次是借机来向你讲和的 别让同学们在院里站着呀 好 酒 酒 酒 走 大班长 走啊 酒吧 走 请你请 你看 人家这有文化的人 办事就是不一样 见老公公把同学都带来了 咱们院啊 好容易出了冯霄这么个大学生 你这瘦梁啊 我看你就没职 就看私林的了 你们可别看我 我恐怕跟瘦兰哥一样 得等下辈子了 谁呀 真会想 林大 上哪去 我呀 门口接新娘子去 等着吧 我送馅儿 干嘛 咱们也忙着忙着 走 叫农 走 小玉 Consort 我可能找不着你了 我还担心 你心一软 要跑到冯霄他们家去了 后来 我想你可能跑到这儿来想新事 还真让我给猜着了 早点把关系挑明了 省了冯霄不死心 妈 我的事 你以后能不能不管 我求求你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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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很好喝 彤彤彤 你在那傻看什么 也是 大部长的儿子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 惯了 灵芝 我可没有得罪你 好了 我去逃米了 在方小玉来之前给你们多留点时间 好好讲喝 好好讲喝 我 宽霄 我发现你挺能干的 这有什么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嘛 哦 对 那么 呃 工作还顺心吧 还行吧 茶子里虽然不太景气 倒也没有谁欺识我这个夜生 说得惭愧 到现在左邻右舍的 还不知道我是个没有文凭的大学生 包括我父亲 凤香 我至今认为在那件事上 我这个当班长的 当时所做的一切并没有错 尽管你当时和校外几个流氓打架 是为了方小玉 可是打架终归是不对的 况且你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 人家家长都到学校里来了 你说这影响多不好啊 凤香 今天我来是 东东 什么也别说了 今天你能来 我心里非常高兴 真的 谢谢你 可是 好了 过去的事情就让我们一笔勾销 让我们握握手 从今往后 我们还是好同学 好朋友 凤香 你 你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 我 怎么了 方小玉 她今天不能来了 什么 你说什么 她不会来了 为什么 她给你一封信 你自己看吧 凤香 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尽管我亲口答应要去你家看看 但是我终于还是没有勇气 以你女朋友的身份 走进你家 跨进那座 从小我曾无数次跨进去过的院路 这样做 会造成更大的供给 给你带来更大的伤害 从小 从小 我是在留牛家过温的一条胡同里长大的 而且至今我外婆还住了一条胡同里 也许正因为如此吧 我对那种四合院大杂院的生活 包括对你 都存有一份特殊的情感 但是这种情感 并不意味着就是爱情 请原来我的师父 我想从今往后 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希望你也不要再来找我 二位讲的差不多了吧 我说你们二位的官司打得清楚呢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冯孝 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告诉我 冯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冯孝 冯孝 你冷静一点 走 这下是为封信抄下来了 一封信哪 起来 没有 对 对 你看 怎么了 怪吓人哪 去呀 怎么 那个玉儿 他不来了 又说得好 不行 我找他去 冯孝 你干嘛 我这想想他忘了明白 为什么我们以后连面都不能见了 冯孝 你不用去找他了 我知道原因 我想反正这是迟早的事了 我还是当着大家把这事跟你说清楚 方小玉她不能来真正的原因是 是因为我 你 是的 是我 你们大家都不敢相信是不是 说实话 我也不敢相信 可是 我 我要当着你们大伙的面说 我 我爱方小玉 而且大学四年 我一直偷偷爱她 我 我今天 我今天就是来向你们大家来宣布这件事的 好 好 我懂了 方小玉今天不能来 是你逼着她 这封断交信也是你逼着她写的 不对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没有说 那就是方小玉她也爱我 她也爱你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风霄 这是真的 本来这封信是方小玉交给她妈妈 让别人转交给你的 可是我考虑再三 还是背着方小玉 把这封信拿来她 亲自交给你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还是我本人当面跟你说清楚比较好 原来我这三个月不在北京 你就趁机对她 对不对 方公公 你 你被逼 方小 冷静点 你听我说 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常事的男人了 对不对 你爱她四年 你知道我爱了她多少年吗 我相信我 我相信我 我相信我会带给她幸福的 你 你 不 我相信她 我相信她 你 我相信她 我相信她 恐怕你现在一世难以接受眼前的支持 你以后看到他幸福的话 你就会理解我的 你就会真正的和我讲和 张东东 你当初在大学里 大报告处分了我 现在你又夺去了我的女朋友 你还指望我和你讲和理解你 我现在 我就有权都理解你 张东东 你这是怎么了 爸 妈 我去干了一件大事 你别这么说 我刚才还跟你爸商量 你看省得他上去 你找人打架去了 也可以这么说 天哪 你怎么学会打架了 准确的说 我是去挨打了 爸 妈 你们为我高兴吧 你挨了打 还让我们为你高兴 东东 你不是发烧生病了吧 你 你不会是给人打坏了吧 从今天起 我正式长大了 来 想当年 玉儿他妈年轻的时候 在这一代 也是个数一数二的大美人 那胡同里头 多少小伙子都为了他转 在这暗地里头 喜欢他的人中间 就有你爹我 咱家祖祖辈辈都是穷人 你爹人老是发交 文化又不够 人家凭什么喜欢你呢 玉儿他妈挑来挑去 还是找了个当官的家了 孩子 你爹不顾老脸 给你捣了这些沉芝麻烂谷子 是想让你明白 我现在在这大京城里谈婚嫁搞对象 讲的是门当户对 孩子 吃饭吧 菜我已经热了三遍了 站住 干什么见 我去找方小义 一定要问个明白 站住 我叶不下这口气 我的话你没听见吗 你敢迈出这个大门一步 往后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你现在就给我保证 以后不再去找那个方小玉 爸 您这是 你现在给我跪下 你保证 以后你再去找他 你就不姓风 那是什么事 你不甭管我 你这么好 小宋太 老婆 再去 你要是天主 要赶着用 有东西 别找人见你 真是的 别找人 别找人 你辈子也没打过儿子 你今儿这是怎么了 老爷子 你快消消去让儿子认个错不就行了 冯霄 你把这个错去 冯霄啊 我说冯霄 人家戏上说得明明白白的 你要是真有志气 你别去找人家 你那个姓彭的同学说得好 只有他才能叫方小玉过着好日子 你能吗 就是把人家当个活仆子亲回来 但连个空的地方都没有啊 你帅 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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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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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 天底下的大姑娘有的是 非她方小玉不成吗 你别瞧她姓彭子现在得意 不定哪天还栽在咱手里呢 是挑战的 对 没错 爸 儿子可以给你跪下 也可以答应你任何一件事 可我有这件事我没法答应你 除非 除非让我去死 孩子 宠心里那位男同学的来头 他跟玉儿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你去找他又有什么用 金儿哥 我可以不找他 明天后天我也可以不找他 可是只要他一天不嫁给彭彤彤 我就用谁去找他 凤萧 你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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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o 囡园 二 ön 囡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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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谢谢你了 你们都听见了吗 他说谢谢我就是等我的意思 你这小小子 萧哥 萧哥 你干嘛去 我去参加婚礼 老爷子临走的时候不是不叫你去找方小玉了吗 我是答应过他 可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你不在了爹那样 我能一辈子 啊 祝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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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的孩子是不是真的长大 像个男子汉 亲家母 待会儿在婚礼开始之前 你给亲朋好友们讲个话 不要 主角在台上 咱们在台下安安静静的趟观众 心里头为孩子们祝福就行了 也好 彭东东 方小玉 两位新人的婚礼 现在开始 你这是干什么呀 今天这是什么场合 你知道吗 你会想清楚 听话 待会儿再谈 好吧 看来东东那天就是在这个人的拳头下长大的 他 他是冲我来的 他是冲我来的 凤箫 你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 你想把我们的那份友情也彻底毁了吗 好 彭东东 我祝贺你 冯香 谢谢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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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了 祝你们美满幸福 白头到老 你站住 你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 听着 彭东东你要记住 今天本来站在台上的应该是我而不是你 也许 也许 今天我冯霄确实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踩在这红地毯上 但是你要记住 我不会就此认输的 我对天发誓 彭东东 咱们十年以后再见 咱们十年以后再见 这些地方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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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